今天上午11点03分 由厦门大学与航天东方红有限公司 共同研制的海思二号卫星 搭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这是国内高校首颗高分辨多光谱水色小卫星 今天上午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大概四颗商用卫星 厦门大学的海思二号就是其中一颗 兴建分离之后 地面侧风站成功接收到了卫星信号 发射这颗圆满完成 海思二号作为国内高校首颗高分辨多光谱水色小卫星 重约65公斤 将以海上丝绸之路海域 以及重点内陆湖库为主要观测区域 最大特点是将传统水色卫星的空间分辨率 从1000米提高到20米 具备大幅宽高性造比的特点 将对近海及流域生态环境观测起到重要作用 为精细化监测赤潮和易游提供可能 海思二号的观测面积是八万一天能够覆盖八万四千平方公里 所以我们有非常不但是有很高的分辨率 我们还能够有很宽的一个覆盖的面积 同时我们还设定了八个特定的光谱通道 用来区分不同的水中不同的物质 国家以前发射的就是用于海洋水色监测的这样的卫星 基本上是以大洋为目标的 那么我们这颗星的特点 它就是以海岸带为监测目标的 我们可以更精细地发现近岸的一些水体的变化 中国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而海思二号的升空能更好的促进全球海洋碳循环和碳通量估算的研究 极大提高近岸湿地红树林等重要碳汇区的碳通量估算精度 这是厦门大学借海思一号发射后成功发射的第二颗卫星 未来厦门大学计划发射系列卫星构成海思星座 与加根号东山海洋观测与实验站 共同构成海陆空一体化的海洋立体观测系统 对近海跟内陆的水体还是有欠缺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个欠缺设计了这个海思系列的小卫星 我们现在有海思一号是针对着这个动力的环境 海思二号呢针对这个生态的环境 那么他们这两个卫星有很好的一个互补配合 这样呢就能够达成了对近海和生态 这个内陆的这个水体的一个全面的多参数的这个一个观测 我们下期见一下 我们下期间的照片 我们下期对我们使用非常好的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 欢迎订阅